好久没来这个Sunset Beach 因为小孩来 今天人也特别多 所以来这里方便一点 但今天坐满了人 我这个小车 然后板就放在这个中间 然后幸好孩子还比较小 就在这个板的下面 刚刚好 然后今天有特别多人 因为前几天特别的 今天温度还好 但是去海滩的人还是比较多 路上全是车 然后后来就决定不去那个Huntington Beach 那边的话人更多 然后就去了Sunset Beach 好久没有来 然后浪一般了 但反正就是拿这个小板来玩一玩 还有就是带孩子他们一起玩一下 好久没来这个Sunset Beach 因为小孩来 今天人也特别多 所以来这里方便一点 然后那里很多在上课的 上冲浪课的 看它在线下 好感じ下摇 好 她在这里 好几次都没有拍在冲浪时候的视频 因为没人拍也装不了GoPro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一个反面的教材 你看看这几次 你看我整个板都是翘起来的 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在板的后面 没有往前压 但我在水上的时候我感觉不到 因为这块板很小 你看这个就稍微好一点 往前了一点就才推起来 这个也稍微好一点 让在后面推起来 但是后面这板整体都是往上翘的 那这样的话你就根本就是阻力太大 就没有办法推起来 因为这个板 你看这个 这个好了 你看这个是基本上平的甚至往下一点 因为刚才其实我在冲的时候 我感觉我是已经比较往前了 看向前靠了 但是现在视频上看起来都还是不够 你看这个也是翘起来 最后浪过去了 就是往前的话 还有一个感觉上挺危险的 就是往下插 因为它你再往前 因为这个板很小嘛 很短 往前压的话就很容易插下去 这个好 这个起来 但是后面我又踩在后面了 整个板又翘起来 又走不了 还有就是有个平衡的问题 因为这块板就是很小 之前的板很大 那个板在上面就很稳 我在站在上面就比较容易 那这个板非常轻嘛 又小 你看这个就是我怎么站都很难站 而且我这个板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后面没有那个站脚的那个胶 那个防滑的胶 然后有一块绑那个leash的那个勾 特别危险 我今天光脚踩到那上面 就痛得把我的脚 就是弄得非常痛 还有一次就是我往前压下去了 然后整个板插到了那个纱上 我差点就顶到那个板的后面 因为板很短嘛 以前在长板的话 我很难说我前面压下去 然后后面还在板的尾巴 因为它太长了 不容易产生这种变强 那这个的话是有一定的这种危险 然后我需要适应一下